刚刚冲过水的妈咪锅 想赶快把它烧干 里面有水不算空烧 是说人不要跑掉哦 看到水快要蒸发完 蒸发完就倒油 蒸发完 可以看到出有一点油稳的 还不太够 热火锅 好有油稳的 转小火 或是先关掉也可以 然后过来拿一颗常温的鸡蛋 看有油稳出现 因为铸铁锅的蓄热很棒 所以这时候听到这个啵啵声 说小了就可以再开火 大概十一点多方向 再开火锅 看到没 再给它一点时间 这时候看是想用太阳蛋 还是荷包蛋 都可以 荷包蛋就在翻面 太阳蛋的话 其实这样就可以不得上去 那我做一次荷包蛋 翻一半 看 就完全不干 水吧 那我习惯 那我习惯 焦边荷包蛋 我会再加一下 酱油焦边 这时候可以关火 这时候可以关火 非常香 好 拿出个小盘子 好 酱烧焦边荷包蛋 在看锅子的这边 一些酱油也不要浪费 这其实非常相反 好 结束